下面呢就是再介绍一个呢就是灵芝在防治肝炎中的作用 这个肝炎呢是有两大类型 一种是病毒性肝炎 现在已经分成甲乙病丁物 这个很多型了 另外一种肝炎呢就是化学性或者药物性的肝损伤 包括这个酗酒酒精性的肝损伤 包括一些个药物引起的肝损伤 也包括一些个在工作场所工业污染引起的肝损伤 所以这个肝炎呢是有不同的种类 这个灵芝呢对病毒性肝炎 灵芝它没有明确的抗病毒作用 所以我不能说它是抗病毒性肝炎的这个抗病毒药物 但是呢它对这个病毒性肝炎确实有疗效 什么疗效呢就是保肝作用 它能够这个保护这个肝脏 减少这个病毒对肝脏的这个损伤 这方面呢这个我们实验室呢和国内外的其他实验室呢都做过这些研究 就是灵芝有明显的这个保肝作用 当然我们没有直接拿病毒来做保肝作用 我们是用化学方法或者免疫学的方法来造成化学性肝损伤 或者免疫性肝损伤 这个灵芝呢都有明显的保肝作用 比如降低转胺 另外呢减轻这个病理组织学的这个损伤 另外呢对它的作用机制呢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就是灵芝它里边所含的三贴类化合物 是它保肝作用的一个主要成分 它可以通过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防止一些个化学毒物 或者免疫性的损伤对肝细胞的破坏等等 所以灵芝对这个肝脏呢还是有好处的 这个特别是在什么情况下那个有好处呢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药啊 它对肝脏有损伤 这个你比如说现在广泛使用的降血脂药 就是我们简称叫他丁类 这类药呢几乎多多少少都有肝损伤作用 尤其是长期服用都有肝损伤作用 灵芝呢它也能够降血脂 前面我也说了 所以如果这时候你把这两类药一块用的话 就是他丁类跟灵芝一块用 灵芝就可以保护这个肝脏 防止他丁类对它的损伤 又能增强它的降血脂作用 所以灵芝啊作为一种保肝药啊 还是很值得提倡和应用的 另外呢灵芝对这个病毒性肝炎呢 有一个这个作用呢 就是说灵芝啊它有免疫调节作用 比如它可以促进这个免疫细胞 释放这个干扰素 这个干扰素呢 它是个抗病毒的药啊 也是治疗病毒性肝炎的一个药物之一 就是灵芝它可以促进免疫系统 释放干扰素 所以它间接的等于也有抗病毒作用 所以这关于啊 这个灵芝对肝炎的这个疗效呢 我简单的提到这儿 在这儿还要强调一下呢 就是中医古记里边啊 确实记载灵芝能够补肝气 那个补肝气呢 现在看来呢 就跟它的保肝作用是有关系的 下面我再提一个呢 就是灵芝对肿瘤的这个辅助治疗作用 这个一个呢 一个问题呢 就是灵芝有没有抗肿瘤作用 这个确实啊 是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大概我们根据我们实验室 或者其他一些实验室 一些可靠的研究结果 大概灵芝对这个动物实验性肿瘤的 这个抑制率啊 平均大概是在50%到60之间 就是如果你选好了剂量 它有抗肿瘤作用 但是呢 这个灵芝它本身呢 并不是一种细胞毒类的药物 什么叫细胞毒类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化疗药 它可以直接杀死肿瘤细胞 灵芝这个作用呢 就是很不明显 比如灵芝的抗肿瘤的有效成分 灵芝多糖 它在体内刚才说了 一流率能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但是你把灵芝多糖直接加在体外 培养的肿瘤细胞里边 剂量很大 浓度很高 也没有作用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研究呢 比如说用灵芝三贴类 它有点直接的这个细胞毒作用 但是这些结果呢 都没有得到这个 在体内实验的证实 所以还有那些进一步研究 总而言之 灵芝它虽然有抗肿瘤作用 它不强 它不是化疗药 不像一些个厂家宣传的 说是这个 一流率百分之九十几啊 绝对没有这么强的作用 但是灵芝对肿瘤病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就是灵芝有抗化疗药 引起的损伤的这个作用 也有抗放射性损伤的作用 因为肿瘤病人 他在治疗过程中啊 除了手术之外 就是放疗或者化疗 或者手术以后加化疗 或者是加放疗 大家知道呢 这个放疗跟化疗呢 实际就是利用放射线 或者是化学 这个有这个 这个毒 有这个细胞毒性的 这样一些个化学药物 来杀死肿瘤细胞 这个 但是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放疗跟化疗呢 他们这个 敌我不分 就杀肿瘤细胞同时 他也杀正常细胞 所以为什么 这个放化疗的时候 这个 这个在接受放化疗的病人 他白细胞减少 那就是说 他杀死 杀死这个 骨髓里边的造血细胞 所以 包括白细胞 所以最后 他白细胞减少 另外放化疗的病人呢 那 有的人说 就是一点 那个食物都吃不了 吃了就吐 吃了就吐 或者是就干脆就吃不进去 为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放射线 或者是那个 化疗药 就是毒害了 这个胃肠道的细胞 所以这个胃肠道受到了损伤 另外放化疗呢 也可以杀死免疫细胞 所以他降低了这个 肿瘤病人的免疫力 这样的话呢 就更降低了病人 对肿瘤的这个抵抗力 等等 所以这放化疗啊 那就是说 一句话呢 就是他抵我不分 在杀肿瘤细胞的同时呢 也杀这个 正常的各种类型的细胞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放化疗虽然有好处 当然他也有很大的 这个不利的一面 而磷脂呢 那个如果在放化疗的时候 同时用磷脂呢 就能起到一个这个辅助放化疗的作用 它实际上就是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 减轻放化疗对人体的伤害 还有间接的呢 因为他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可能提高抗肿瘤免疫力等等 可以提高病人对肿瘤的这个 就是内部的这种抵抗力 所以那个磷脂对肿瘤病人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他不是抗肿瘤药 不是像现在宣传的这个什么 磷脂包子粉 是包脂肿瘤什么等等 不是这样一类型的药 只能说它是放化疗的辅助治疗药 增效减毒 这一点呢 我们也可以用中医来解释 肿瘤病人呢 那个随发病 就是说 他这个肿瘤基因启动了 那个东西在中医来叫什么呢 叫邪 就是说 这个邪在体内 这个发动了 这个大家知道 肿瘤基因 我们人生下来以后呢 体内都有肿瘤基因 都有抗肿瘤基因 就因为这两种基因 在人体的这个 这个稳态调节下 那个 把那个肿瘤基因给控制住 它不能发动 所以呢 多数人都不得肿瘤 而少数得肿瘤的病人呢 正是因为种种原因 这个肿瘤基因 这个启动了 然后呢 最后发展成肿瘤 那这个肿瘤本身呢 就是按中医说 就是一个病邪 病邪 所以我们用手术 或者用放化疗 把它切除 把它杀掉 这个本身呢 就是去邪 就是去邪 但这个去邪同时呢 它敌我不分 又伤症 要伤症 而灵芝呢 它是扶症固本 所以呢 它通过这个扶症 来保护 这个体内呢 这个不被这个放化疗 这个损伤 所以从这一点呢 也是可以用扶症固本来解释 所以关于这个灵芝 对肿瘤的作用呢 我想就简单的说到这儿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灵芝不是抗肿瘤药 而是肿瘤放化疗的辅助治疗药 可以起到增效 检毒作用 下面呢 我想介绍 这个灵芝 在防治疾病中的作用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灵芝在呼吸系统 疾病中的作用 这个灵芝扶症固本作用 在防治呼吸道疾病中的意义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研究灵芝的开始 第一部分工作 当时呢 我们接受了这个国家和北京市的 这个研究灵芝防治脉性支气管炎机制的 这样一个课题 因为我是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的 是学西医的 所以呢 很自然的呢 我们在设计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研究的这个重点呢 放在气管炎的这个症状上 也就是说 怎么来解决它的咳嗽 咳痰 喘和炎症 也就是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 因此我们就按这个思路呢 去进行了研究 结果呢 发现灵芝 它的这个作用呢 既不是主要是症核作用 也不是去痰作用 更不是平传作用 它也没有明显的抗细菌感染 这样一些作用 那这样的话呢 就跟我们的想法呢 就完全不一致了 所以当时呢 我们也很困惑 就是到底他为什么在临床上 反映他对慢性肢体管炎病人有效 正在这个时候呢 我有机会呢 参加了西医脱产 学中医班 经过这个半年的这个学习和临床实践 慢慢对中医呢 有了一些个这个认识 这时候呢 我们在回想我们的这个 灵芝质质量慢性肢体管炎机制这个课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我们当初的这个 从西医的思路呢 可能是不对的 这时候呢 因为我们知道了中医这个福正固本的这个概念 这个中医的这个福正固本的概念呢 这个主要呢 就是说如何增强人体内部的这个抗病能力 这个中医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臭 其气必须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体内有正气 就是说你有这个抗病的能力 这个时候呢 即使有细菌有病毒有各种致病因素 来清洗你 但是你不得病 但是 如果你这个正气虚衰 或者说体内的抗病能力很弱 这个时候呢 这个细菌病毒或者致病因素 就要影响你 让你得病 所以按照这个福正固本的理论呢 我们回过头来想象这个 灵芝的这个质量慢性肢体管炎的机制 这时候呢 主要就考虑 它会不会是这个通过这个福正起作用 那但是什么叫福正 这是中医的概念 所以西医的福正应该从哪入手 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从很多方面进行筛选 但是其中一个呢 就是抓住了这个灵芝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很快的呢 我们发现灵芝能够提高免疫功能 包括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也就是像巨石细胞 疏突状细胞 可以直接杀死进入体内的这个病原体 或者是这个中医所说的病血 这个另外呢 它也可以提高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 包括细胞免疫 或者体验免疫 比如说是增强这个免疫秋蛋白的产生等等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来解释为什么灵芝对慢性气管炎病人有效 这个另外呢 这个慢性脂气管炎跟哮喘呢 它跟过敏有关系 所以我们也从这个抗过敏角度进行了研究 就发现灵芝它有很好的抗过敏作用 这个工作我们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做的 距今已经是三十年 三十多年了 那个国外也有同行做这类似的工作 是远远在我们之后大概十五年左右 才发表论文 所以就是说 这个工作我们做得很早 另外呢 对这个灵芝防止慢性气管炎的机制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工作呢 就是我们看看 这个灵芝对一些的致病因素 对呼吸道细胞的损伤的保护作用 结果呢 我们发现灵芝确实是能够减轻一些个化学因素 或者是这个环境因素造成的 呼吸道细胞的损伤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它有呼吸道细胞保护作用 所以灵芝最后我们概括起来呢 灵芝它的这个对于慢性直气管炎的这个治疗机制呢 主要在于一个呢 是提高这个患者的免疫功能 另外呢 调节这个患者的免疫功能 减轻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时候体内的过敏反应 最后呢 就是让它保护呼吸道细胞 减少一些个致病因素 对呼吸道上皮细胞的损伤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来解释 这个为什么患者用了灵芝以后 这个它的咳嗽减轻了 痰少了 喘减轻了 这个体重增加了 这个再碰到这个 冷空气或者寒流 它也轻易不感冒了 等等 下面一个问题呢 我就想啊 主要是讲一下 这个灵芝的这个 扶症固本作用 在防治心血管疾病中的意义 这个心血管疾病啊 现在是我们国家也好 在世界也好 是一个常见病 多发病 而且呢 是中老年人呢 容易得的病 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进步 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 人的这个饮食结构 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中国在内 所以现在呢 出现了三高一低的人群 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还有呢 抵抗力低 或者说是免疫力低 就是人群里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那 这些现象的结果呢 就造成了血脂增高 血液粘稠度增高 这个容易堵塞血管 形成血酸 形成动脉硬化 斑块 最终呢 可以出现 这个 冠心病 或者是脑血管的 一些疾病 严重的 比如说 这个心脚疼 脑酸塞 中风 等等 那 灵芝呢 就是从上个世界 七十年代 开始研究 灵芝的这个 临床 疗效的时候呢 就已经发现 灵芝对一些 心血管的疾病呢 是 有一定疗效的 那这个灵芝 怎么产生的疗效呢 这个主要呢 就是说灵芝呢 它可以 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灵芝可以 通过调节血脂 来 来这个 保护心血管 或者是脑血管 这个血脂 大家知道 就是说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 肝油三脂 或者低密度脂蛋白 一般 就是我们所谓的 高血脂症呢 是 这个胆固醇 这个肝油三脂 低密度脂蛋白 升高 而那个 同时呢 就是 高密度脂蛋白呢 是 降低的 因此呢 有人通俗的说啊 就是说 像这个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 这些东西呢 叫坏血脂 而那个高密度脂蛋白呢 是好血脂 就是灵芝对这些的 这个血脂啊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 证明 灵芝呢 可以降低 升高的 这个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 而 升高呢 那个降 那个降低的 这个高密度脂蛋白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 这两组 好血脂跟坏血脂呢 给它 重新 处在一个新的 平衡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用它来防止 这个高血脂症 那灵芝 对这个血脂的影响 究竟啊 是怎么产生的呢 现在啊 这个 初步啊 证明 就是灵芝有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的 作用 特别呢 就是灵芝能够抑制 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刚才我讲到了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 是一个坏血脂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它这个破坏作用啊 必须呢 使它本身氧化成 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 然后这个氧化型的 低密度脂蛋白呢 再和血管内的一些 粘幅分子 血管外的 或者主之间的一些 粘幅分子 再结合在一块 最后呢 形成一种 我们叫它泡沫氧细胞 然后呢 造成这个动脉中央硬化 或者进一步呢 造成血小板聚集 引起血酸等等 这样就造成了 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那这个 灵芝 它主要的 对这个血脂的影响 刚才说了 是通过抗氧化 清除自由剂 那它怎么起作用呢 它主要呢 就是防止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 因为这是那个 包括我的合作伙伴在美国的实验室里边 比如他们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实验动物身上 也证明了 灵芝可以通过抗氧化 清除自由剂 这样一个作用 来防止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进一步恶化 所以这个这是啊 这个就是灵芝 对心脑血管疾病啊 很重要的一条呢 就是说 它可以调节血脂 调节血脂呢 是从抗氧化 清除自由剂开始 那下面呢 我还想给大家举一个 灵芝对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那个疗效的例子 其中一个呢 就是关于灵芝 治疗高血压病 在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 他们做过了几次 这方面的临床实验 他们把原发性高血压的病人呢 选到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主力边以后呢 给他吃两个经典的降压药 一个是钙节抗剂 泥膜地瓶 另外一个呢 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叫卡托普利 这是两个药呢 是临床非常常用的这个 这个经过一个疗层治疗以后呢 百分之六十的这个原发性高血压病人的血压呢 都降到正常 都降到正常 然后他们就请他们继续吃药 就离开这个实验处 然后把剩余的百分之四十病人呢 分成两组 一组呢 吃这个从灵芝提取物 灵芝指示体里边提取出来的这个提取物 做的胶囊 叫它灵芝胶囊 另外一组呢 就吃这个安慰剂胶囊 这个安慰剂呢 主要是外形跟灵芝胶囊完全一样 味道都一样 但是它没有效 然后这两组病人呢 同时还继续吃原来那两个降牙药 那个经过一个疗程治疗以后呢 这个吃灵芝胶囊的这组病人的血压都下来了 而吃那个安慰剂的呢 血压仍然没变 因为跟原来一样 原来他们吃那俩药就没效 所以现在仍然没效 也就是说灵芝呢 可以增强那两个经典的降牙药的降牙作用 这个实验呢 他同时呢 也还观察了这个病人的这个微循环 发现呢 服用灵芝胶囊加这个降牙药的那组呢 它的微循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毛细血管的这个管径扩张等等 所以可见呢 这个灵芝它有增强这个降牙药的疗效 这样一个作用 在实践中呢 我也碰到过好多这个病人 他们也都跟我介绍 就是他们家用灵芝以后呢 可以明显的增强降牙药的疗效 甚至于有一些病人呢 那个吃到最后呢 他把原来吃了降牙药都给停掉了 单吃灵芝仍然有效 当然这是一部分病人 那个因为高血压病人要终身服药 所以千万不能大意 就放心大胆的光吃灵芝 你一定得有 说是单吃灵芝有效 你才能单吃灵芝 这个实验呢 后来他们又重复了一次 找的是更重的高血压 原发性高血压病人 结果呢 和第一次结果是一样 所以可见 灵芝可以作为高血压病的 至少可以说 可以作为高血压病的 辅助治疗药 另外呢 因为这个糖尿病啊 跟这个心血管疾病之间呢 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我把糖尿病啊 也在这儿 一并做一个介绍 这个2000年 这个上海华东医院呢 观察了100例 这个灵芝胶囊 辅助治疗糖尿病的 这个疗效 这个他是这样的 其中100例呢 单吃那个口服降血糖药 这个另外100例呢 是口服降血糖药 加灵芝 最后他们的结论呢 是灵芝呢 可以增强口服降血糖药的 这个降血糖作用 同时呢 他可以明显的改善 病人的一些个症状 比如腰酸 腿软 乏力 等等 因为那个糖尿病 这些症状很明显 所以改善症状 那这个 我们的实验室呢 也发现 灵芝对这个 实验性糖尿病的动物 我们做了很多种 这个实验性糖尿病动物 都是 有降血糖 和身高胰岛素的 这样一个作用 这个 这个 而且呢 还证明了 它降血糖 身高胰岛素作用呢 和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 以及调节 这个糖尿病 动物的这个 自身免疫功能 等等 有关系 那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说 灵芝呢 可以就作为 降血糖药来用呢 是 临床上是 有这样的 很多病例 特别是 这个辅助治疗作用 是 是肯定的 但是呢 我认为呢 灵芝 对糖尿病的作用 可能 不在于 它降血糖 升高胰岛素的作用 因为这个作用 跟已知的 口服降糖药 或者是 跟胰岛素来比 它作用是弱得多的 所以不能依靠它 来降血糖 但是 对糖尿病有什么好处呢 也就是 这就涉及到 糖尿病的一个 就合并症的问题 大家知道呢 糖尿病的患者 一般的话呢 在患病 八到十年 左右 有的 短一点 有的更长一点 就要出现什么呢 糖尿病的合并症 也就是 糖尿病的这个 这个患者 因为它血糖高 尽管它在控制 但是它血糖 比正常人 它还是高的 所以它的这个血管 都是浸泡在 这个糖水里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 这个血管 容易发生 这个病变 所以 糖尿病的主要 合并症呢 都是 这个 血管病变 比如 糖尿病患者 它的这个眼睛 这个 这个 视网膜病变 就是眼底 动脉 这个 硬化 这个 另外呢 这个 糖尿病的肾病变 最后呢 造成肾功能损伤 甚至于肾功能衰竭 还有呢 糖尿病的 末少血管病变 还有它的 心脑血管病变 等等 所以 糖尿病 那个 这个 合并症啊 可能比 这个血糖身高 本身 对病人的威胁 更大 所以我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灵芝对 糖尿病的 这个 道底 有什么作用呢 就 聚焦到 这个 它 防治 糖尿病 合并症上 这个 糖尿病的 这个 合并症 如果要进行 临床研究 那是很困难的 刚才说了 一个人从他 确诊 糖尿病 到出现 合并症 可能是十年 可能更多 也可能是早一点 是八年 不管是多少年 这么长时间 如果你用 你要想观察 灵芝的预防作用 那你就要让它 吃这么多年灵芝 那哪个药茶 也出不起 那个 钱来进行 这么长时间的 这样一个 这个研究 所以 但是幸好呢 我们可以从 在动物身上呢 来 进行研究 进行研究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动物 的那个 形成糖尿病 另外呢 让它形成 这个糖尿病的 合并症 所以我的 一个博士研究生呢 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工作 就是 用这个 这个 小鼠 来形成 糖尿病 然后呢 再让它 那个糖尿病 不断的 这个进展 然后形成 这个糖尿病 肾病 这时候出现 肾小球的 病变 出现这个 尿蛋白增加 还体内的一些 抗体 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呢 用灵芝预防 确实能够防止 他的糖尿病的 合并症 所以这 这一点呢 从理论上啊 提出了 就是说 灵芝对糖尿病 合并症 可能是有好处 因为他前面讲的 灵芝对血管 心血管疾病 有好处 而糖尿病的 合并症又都是 心血管疾病 这个血糖增高 血脂增高 这都是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一些危险因素 所以 这个灵芝呢 她对糖尿病 合并症的作用 可能比她 降血糖的作用 对糖尿病 病人 更好 这个 另外呢 就是 灵芝对糖尿病 病人的好处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灵芝能够 提高这个免疫功能 大家知道 糖尿病病人 特别容易感染 感染以后呢 特别难治 别人打点抗生素 就好了 他有时候 很难治 所以 这个灵芝 提高免疫功能 对那个糖尿病 那个 防止 糖尿病的 合并感染来讲呢 也是 很重要 我们过去啊 进行过这个 灵芝 抗衰老的研究 当时呢 我把这个 这个目标啊 是对准在 这个灵芝 提高 这个衰老时候的 免疫功能 这一点呢 我们确实是证明了 这个 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现在 通过 对灵芝 心血管 这个 这些个药理作用的研究啊 我 我们开始啊 就是考虑到 就是中医 说灵芝 酒不 轻生不老 炎炎神仙 这样一些个作用 可能 包括这个提高 老年人免疫功能 但是其中可能 更重要的 是保护 老年人的 心血管 免受各种疾病的困扰 可能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人的 这个心脏啊 是一分钟也不能停的 这个血管呢 也是这个输送血液 输送氧气 也是一分钟 不能停的 一堵了 那就完了 是吧 所以这个 灵芝 它延缓衰老 从 现代这个药理学角度 我们来认识的话呢 可能灵芝 降血脂 它对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 这些个作用 可能跟它 延缓衰老 是非常 有关系的 这个 我记得有一个广告 那个 说吃了某一种药 60岁的心脏 像20岁 这个 如果不吃这个药呢 20岁的心脏 像60岁 它当然这个是很夸大了 是吧 但是我想 也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说 你要吃 60岁的人 经常吃灵芝 可能对你的心血管 就起到 很好的保护作用 下面我想 再接着讲一个 内容 就是灵芝 浮症固本作用 在治疗神经衰弱 里边的这样 一个作用 这个 神经衰弱 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 非常常见的 这个 疾病 或者是症状 它表现的就是 睡眠障碍 包括 入睡困难 难以入睡 或者是 多梦 或者是 早醒 等等 同时呢 这个就是 长期 神经脆弱的病人 又伴有 食欲不振 乏力 头晕 头疼 记忆力 减退 甚至于 阳尾 移经 月经不调 耳鸣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症状 而且呢 这个神经衰弱 失眠呢 它 如果治疗 不得当的话呢 它是 不断 进展 大家可以想象 一个人 如果 经常是晚上 睡不好 就是 该睡觉的时候 他不睡觉 到白天呢 该工作的时候呢 他没精神 甚至于 连吃饭的精神 都没有 这样长期的 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这个人呢 会 很衰弱的 包括他的 除了神经系统 障碍之外 他的免疫系统 内分泌系统 等等 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 灵芝呢 对神经衰弱 失眠呢 是 效果是 比较好的 而且这一点呢 几乎是所有 用过灵芝人 灵芝这个 治剂的一些人呢 他们都有共识的 这个 灵芝呢 在药理研究里面呢 发现呢 他有 镇静作用 但是 他这个镇静作用 同样 没有那个 镇静催眠药 那么强 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呢 他对很多 顽固的 失眠病人的 效果而比 他们吃 镇静催眠药 都要好 那为什么呢 那现在 还是涉及一个 就是灵芝的 调节作用 也就是 灵芝对 神经内分泌 免疫的 这样一个 全面的调节 所以我们可以 这个想象 就是这个 神经摔弱 失眠的病人 他 晚上该睡觉 的时候 他睡不着 那个白天 该该这个活动 该工作的时候 那他工作不好 这个没有精神 这 这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神经系统的 这个 功能障碍 就是 所以呢 你要治疗的话 首先要调节 神经系统的功能 障碍 那神经摔弱病人 他长时间的 那个 神经摔弱的病人 他免疫功能 降低 或者是内分泌 功能稳了 所以这时候呢 都需要调节 而灵芝呢 正好有 这样一个 神经内分泌 免疫的 调节作用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 打断这个 神经衰弱的 这个恶性循环 来改善 睡眠 提高他的 这个生活质量 这里边呢 我想举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 这个 北京 大学 第六医院 这个 曾经呢 做过一个 灵芝的 这个临床试验 就是对 神经衰弱 失眠病人的 这个治疗 我记得是 当时他们观察的是 一百例 这个 实验结束以后呢 这个 这个实验者呢 把这个 报告 交给我 他的这个 灵芝对 神经衰弱 失眠的 有效率呢 是百分之一百 我当时看了以后呢 对这个数字 是觉得 非常可怕 所以就跟他讲了 我说你只不过是观察了一百例 那个 也可能碰巧的一百例都有效 但是你 从你这个得出结论 将来要是推广的话 那就非常可怕 我说 治疗一千例 一万例 那到底有多少没效的 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 我说 从科学性角度啊 我建议你 去重新统计这个疗效 尽量把这个有效率啊 降低到 百分之九十 或者更低 我说这样的话呢 反而能站着入脚 你 这个 后来他们就按照我说的回去 重新 严格的来 嗯 统计啊 最后呢 统计了 是说百分之九十的 有效率啊 但是呢 很很不甘心啊 跟我说 说是 林教授 实际上 就是这一百个人 都有效啊 只不过 有的人效果低一点 现在我把它拿掉了啊 所以从这个例子看出来 就是 明知对神经衰弱 效果还是 确实是很好 嗯 那这一点呢 就跟神龙奔草经里边 所记载的 林知 能安神 正智慧 不忘 这样一些记载有关系 所以这个现代研究啊 能够 从 现代科学角度 来证明古人的论述 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想 介绍一下 这个林知 在 中老年保健 中的 作用 这个 大家知道呢 这个 人 步入中年以后啊 这个由于自然的规律 这个体内的 这个 各种 器官 它都有一个 逐渐逐渐 退行性变 也就是说 那个变老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是 不可抗拒的 当然是 可以延缓的 那怎么延缓呢 那就是靠你 一个正确的养生 保健 其中之一呢 就是 也可以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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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 延缓衰老 增强 这个体质的这样一种 这个保健品来使用 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 预防保健 这个我们祖国医学啊 早就 这个在几千年前啊 就有很好的论述 啊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上医 医国啊 中医 医人 下医 医病 另外呢 还有呢 比如说 这个 上公 治胃病 养生 为先 上医呢 医胃病 中医呢 医 育病之病 下医呢 是 以病之病 等等 这样一些说法 从这些说法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道理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是一个好的医生 你必须重视 预防保健工作 啊 你不要等他病了以后 再治 应该是 在他没病的时候 预防疾病 如果得了病的时候呢 就说 我们不要等他 要死要活的时候再治 那在他病的早期 你就要治 所以 整个一个呢 就是说是 预防为主的 这样一个思想 如果我们全民都是 有这样一个思想的话 那这个 好的医生呢 不就是上医就一国了 是吧 全民体制增强 那当然就是 国家强盛了 那这种医生呢 他治的是国家 或者说 我们现在 这个政府 重视这个 预防医学 重视预防保健工作 那实际的主要目的 是要让我们全民 体制强盛 这个 我们现在讲起来 这个 很 很容易 很简单 但是 我们要想一想呢 这个西方医学 什么时候才 认识到这个预防为主呢 大概是 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西方的医学院校里边 建立起公共卫生学院 也就是搞预防工作的 这个预防医学的 是上个世纪 也就到现在为止 也就是五六十年的 这个历史 而我们中医呢 早在 两三千年以前 就提出这样一些的说法 所以 这里边可见呢 我们这个 中医啊 它是很科学的 很科学 那 这个林芝 在这个 中老年人保健中 起什么作用呢 主要呢 就是我前面实际上 都已经讲过了 那 现在 比如是 现在有一个提法 叫 雅健康 雅健康 什么叫雅健康呢 就是说 这个人 这个 检查起来 什么啊 这个 病 的表现 都没有 查什么 什么都正常 但是他自己呢 是浑身无力 无精打财 总是就觉得 体质 这个很 很差 所以这种人呢 就是 现在 就可以把它归到 雅健康的 这个 行列里边 另外呢 也有一些 比如说 血脂 血糖 血压 都不算特别高 但是又都 稍微在那个 就是正常跟异常的 那个边缘上波动 那这种呢 也应该是属于 雅健康 状态 所以 林芝呢 他 比如说 他 有这个 镇静 催眠 改善 睡眠的作用 另外呢 有这个降血脂 防止动脉 硬化 这样一些作用 另外提高免疫力 还有 比如他 抗氧化 清除自由剂 等等 这样一些作用 那这些作用呢 都可以 用来 对 中老年 保健 来 让这个 中老年人 那个 衰老过程呢 延缓 所以 灵芝对这个 中老年保健中的 这个作用啊 这是 很重要的 而且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服用 这个灵芝呢 就不是说 出于治疗的目的 往往呢 是 剂量 就是 要 比 治疗的时候 要少 比如 前面说的这些 像灵芝胶囊 一天吃个 三四粒 最多 吃五六粒 也就够了 跟这个治疗的 这个很大的 那个量呢 就不一样 所以总的来说呢 就是通过 这个 服用灵芝 养生保健 可以 使我们 这个人体呢 能够 更好的 适应 内外环境的 变化 处在一个 这个 平衡状态 这样呢 对 健康是 非常 有利的 所以呢 这个特别 值得呢 推荐 灵芝 作为 中老年人的 这个 保健品 来使用 我今天呢 讲了这个 灵芝的 这个 他的这个 预防疾病的 一些个作用 特别 要在最后呢 我还想呢 再 返回到我们 前边说的 那样一个题目 就是灵芝 要 对这个 灵芝 这个忠耀呢 我们出于 对一个 主格医药 保库中 这样一个 真品的 爱护 我们必须 是要采取 一个 科学的 态度 来研究它 合理的 应用它 另外呢 要正确的 评价它 就是说 要给 要给它一个 正确的 定位 也是 既不能 缩小 也不能 夸大 有 要 要 地 评则